Hello Hello 歡迎來到李吉福的頻道 我們利物浦球迷 前晚也歡迎了Arnest Lord 和新的教練團隊 第一助教就是侯斯河夫 之後就是希丁加 以他們為首的教練團 進行第一場在眼飛路的比賽 超過59000人入場 也唱起了Arnest Lord的歌 高普賜給他那首 這兩場4比1贏西維爾 和0比0閉門作賽就打和拉斯、彼馬斯 第四場其實 因為主力剛剛歸隊 其實練球的時間不多 所以面貌和高普時代都相似 當然有些不同之處 第五場其實都挺有趣 這條片除了講這兩場比賽之外 也會總結前三場 加上總共五場的熱身賽 美國之旅加上眼飛的兩場表現 當然要預測李吉在新球季的成績 之前三場有直播的美國之旅 分別對著貝利斯、阿仙奴和萬聯 這三場球如果大家有看的話 都相當有毅力 又奧運又早起身看球 應該都是真理迷 三場的速率強套 說美國之旅 都挺足夠的 可以考驗到利物浦後場猜場 去建立的地方 可以見到其實 Hunner's Lord 揮下的這支利機 是跟以前有少少不同的 有方法 但穩定性其實可以更加豪華 當然是在蓋盡當中 對於萬聯那場 可以見到加分比 在後場猜上又加分了 很多時就是他拉後 跟後方線的兩個中堅去互動 很多時其實防中是不止一個 有時會有加多一個人幫忙 可能由中場8號位跑回去 跟防中平排 這個人算是中師未必是最好 因為他有時在中後場 不知道怎樣做 有些猶豫的時候 就會推到對方 對著萬聯和拉斯巴馬斯 都見過這些情況 後來去到第四場西維爾 說麥卡利斯打回來 Maka 應該是幫忙連接的最佳人選 他也是打8號位 然後沉下去居多 第四場 第五場 其實對方表達的壓力較少 相比起頭三場 沒有那麼練到後場的建築 總結就是有方法 但是穩定性可以更加好 夾得更加好 另外面對密集方面 第一場對貝利斯 其實很多人都未歸隊 前鋒不夠 所以擺了4-4-2 未能夠太過作準 第三場呢 第二第三場可以見到一個變化 但是那個變化位 主要是法比奧卡華路 法比奧卡華路 中路插前 接應艾利諾的挑戰 跟著一下射入 其實時機掌握得很好 但是他就離開了 之前他也跟祖達 去大一點的調位配合 左邊和左腹位 祖達應該是中鋒居多的 即是中鋒和左翼之間的調換 不過第五場 又看到這一點 說的是左翼的加普 和正成鋒的紐尼斯 都嘗試過交叉走位配合 利用了紐尼斯的落底速度 然後還有加普 進入中間內設的能力 看看何時可以再配合得好一點 可能都是頗銳利的武器 其餘沙拉、蘇寶 和哥諾巴勒利的配合 上年也看過 原有的基礎 第四場 可以見到沙拉創造居多 因為TA回歸了 右邊少了穿測 多數都是內收在 在它頂的右扶位置放一些 斜直線 或者是對邊的一些 掃傳傳中 可能因為狀態都未完全適合 因為剛剛歸隊 少了一些走動 反而左路路 路易斯迪亞斯和森美卡斯方面 他們本身左路的 Overlap、Underlap 一直都有 TA雖然跑動少 但是第四場 亦助攻了祖達那球 有很漂亮的窩里入球 面對密集 講完了 當然進攻的另一個方法 就是反擊 快攻或者反擊 可能猜過壓 然後打上去很快那種 其實兩種東西都很爽 可能感覺上、感官上 比之前多了一些 One Touch的配合 處理上清脆了很多 大家少了推波多了 找傳球的選擇 可能是打第一時間的配合 或者是很通透地 各種草式地球傳向前 對著貝迪斯的入球 蘇寶的球 然後對著阿仙奴、沙拉的入球 然後對著曼聯2-0和3-0的入球 對著西維爾、路易斯迪亞斯的兩個入球 都是快攻或者反擊 甚至對著西維爾有三次貫單刀的嘗試 是二對零 即是兩個人對著門將 二對零 然後橫傳是尋找一個空門的機會 37分鐘對西維爾 沙拉嘗試橫傳給祖達 不過被人截了 蘇寶也試過給路易斯迪亞斯 這球是入球 第2球 52分鐘 路易斯迪亞斯 想著在門將出現之前 橫傳給沙拉 但是過了龍 過了秒 不可惜一點點 但是可以看到他們思想上 積極去尋找全球的目標 多過自己搞定自己去 推波找一個射門的空間 希望盡量提高射門的Expectacles 即入球的勝數 亦都是改善上年把力問題的方法 說完樽哥說一下防守 注重遮線 多過直接唱歌 這個是現今世代的一個變化 其實 我想我現在大家懂得壓迫 懂得解壓迫 因為資訊太過流通 戰術的運行 那個參考 潮流是可以變得很快 很難可以好像高波時代的頭半段 全是17年至20年 這樣迫搶這麼扯的 尤其現在 比賽更加頻密 強引體能也是另一個因素 有時防守 就會變成4-4-2 或者4-2-4 其中一個中場 多數是艾利路或蘇布斯那爾 推向前 跟中鋒 多數是組達 平派 對著對方的兩個中堅 兩翼 有時是一起向前 有時是拉後 收縮的時候 那個很明顯注重的位置 就是緊密度 不一定是收到禁區或是禁區頂的 但是 可以看到他們注重的就是 中長線和後防線之間的禁密度 不要給對方禁區頂有做波的機會 即使對著阿仙奴 奧利哥特也不可能 沒有一些很舒服去做波的場景 這個是做得好的 但是你講到防守 禁區頂的問題 其實加分比 是可以做到build up 但是 他的掃動能力很難取代到以前的法賓奴 或者很難在佛斯前面一夫當關 比如第四場對著西維爾的時候 他跟TA 就包含著對方阻弱的攻勢 就失了熱身賽的第二個失球 防守就好了 但是精益球星來說 買個防守都是需要的 長期來說是需要的 但是這個就稍後再講 防守方面 好了 講完進攻防守 第五場 在這五場熱身賽裡面 是有一些新的idea 新的嘗試出來了 例如 尤其下半場 下半場是中段開始 羅伯神 內收到中間的位置 甚至到中間偏右 那區頂和尾附近 內切左頸一邊 射中樹 那個軌跡就像 尾斯那種入球 挺有趣的 不知道是他練過 還是剛好在這個位置出現 亦都沒有人猜到他 這樣寫 接著 就可以做出一個差點入球的效果 另外 賓道克 大家可能見到 他在右翼的位置出現 都很多 但是他 下半場中段 七十幾分鐘 踢左翼 他的頻率 或是他拿球的轉向 當然是 年輕 是可以在任何比賽 帶來一些威脅 大步可以扭到一下 但是這次 還未有很明顯的機會 看他的評論 有時內切 對著兩個 捋一捋一下 又可以捋一個皮革 可能引來兩三個人的包夾 跟著 如果掉到一個球 或是找到整個空間 就厲害了 這些他可以向沙拿學習一下 他個人認為 都是第六個前線的選擇 要你告訴你 要是踢中場的話 七十幾分鐘 其實他站位有點像 三四三 三中堅 如果輪到人腳 你可以演繹他 四三三 但實際站位 光路巴特尼 去到右翼的位置 利用他的衝擊力 但是 如果你說在最前 而不是後上衝上來 其實 他的威脅不算太大 但後上就不同說法了 當時的三四三 門將是基里下 三中堅是史簡朗 拿雅魯和光拿迪 光拿迪就帶著他們 四個中場 會負責運球上前的 就是中斯 遠藤航 艾利諾 和泰良摩頓 前面就是比亞 杜克 和巴特尼 大概就是這個的棋位 去面對密集 應該還在嘗試的階段 那 可能杯賽 杯賽看到這種的棋位組合 看看能否拿出來湧 講完整體的東西 講講個別的球員 在這五場裡面 印象深刻的 大家應該想起17歲的里安尼 有才華 中路運輸送球上前的能力 嘩 厲害了 很清脆 甚至有人會想起 曼聯有個 明耐蓮杯的里安尼 但是呢 最明顯的不足 我想我們肉眼都看到了 就是身材 講的是身體質素 身形受傷 肌肉方面 好像不是很足夠 而且17歲 也不能太高強度的訓練 和太頻密的比賽 不能太長 否則未來 會更加容易受傷 巴賽這邊有個版你看 加維拍笛 用到盡 現在都是一個容易受傷的男人 長大了之後就是 另外 泰萊摩頓 泰勒摩頓 唯一五場熱身賽 都有七場的球員 雖然五場都見到他 但是呢 全部都是後備換出來的 即是跟後備一群 年輕球員一起拍照 我想都在中場方面 不算太過清先的人選 可能杯賽後備出 如果沒有雙兵問題的話 雲丹配置的表現和 坤沙相約 在這五場的熱身賽中 可以看到 馬帝離隊之後 中間有個席位 他可能就是上位的時間 另外中場方面 哈菲艾利諾可以看到 他的驚惡感 在熱身賽中 他的慾望很強烈 頻率方面 亦都比之前改善了 在薯龍貴 當然亦都有他 禁區頂細緻的功夫 技術的表現 還有他的視野 其實他隨時可以打中場的正選 尤其是面對密集的一些比賽 中場鐵膽暫時就是 加分比和馬卡利斯 當是這兩個 另外一個位置 除了艾利諾之外 當然還有蘇寶 蘇寶仙奈爾 而他今屆 似乎那個角色更加鮮明 或者沒有上屆那種迷惘 大戰的時候 如果你說 弓手轉換頻繁的 很多快弓反擊的場景 找他就對了 因為他推進插前 是有一種步大力行的感覺 無論有波沒有波在腳也好 即是 部大力行是一個形容詞 未到下難 這麼誇張可以一邊帶波 又撞開人 但是足以可以擺脫對手 另外 賓道克 剛才也說過 杯賽可以用 也是前線的第六人選 上季因為雙魂 亦錯過了一班小將發光發亮的時機 因為聯賽杯決賽 江奴巴達利就踢了很長時間的右翼替攻 如果 賓道克在這裏 那個位置就是賓道克踢的了 講到江奴巴達利就 後上海的衝勁 配合熟練程度 就堪給一個正選球員 當然 你說右閘正選 肯定是阿歷山大阿諾 但他隨時都可以準備好作為右路的邊招 如果有三個穿插配合 針對對方左路的防線的話 可以動於到下去 對於破密閘來說 美常不可 另外狀態好的 就是高速達入了一球好球 一回來已經準備好下個球櫃 另外路易斯迪亞斯 對西威爾入了兩球的頻率 上上羅羅那一刻 真的不像整個月沒有踢比賽 可能歸隊之前也是準備就水 沙拿回了整個夏天的氣 狀態良好 希望起碼季初 踢回好球先 你不可以指望他整個季都可以跟你去 然後 新球季方面 就講一些大廊的東西 預計的陣容 應該多數都是4比1西威爾那場的人腳 門將肯定是藍莉神 左閘應該是羅拔神 是的 羅拔神不是4比1那場 閉門去0比0 作為隊長 列著一班輪換主力去踢 應該都是羅拔神的 因為他跟中堅大佬雲迪克夾慣夾熟 光納迪亦都是正選秤先 但是光納迪 踢得不多 或者不可能是長長取盡他 所以坤山和雲丹貝治也有機會 輪換主力 剛才說這兩個年輕人就是 右閘的正選應該就是TAA Tran Alexan de Ararat 剛才說到光瓦巴特尼 亦都可以分擔很多工作 帶來變化 防守中場就是加分給 8號位應該就是 麥卡里斯達 他們兩個在運送方面 應該是最穩陣的 偏有的8號位 甚至是進攻中場 可以就是蘇布斯奈爾 和艾利諾輪班去上 然後最前 敵很高早打 但是達雲丘尼斯 隨時都準備好的 亦都很慶幸 他在看台上面 保護他的家人 和球迷差點開拖 那件事 似乎就 未有太多抽合算盡的消息 希望 因為他都是保護家人 希望可以網開一面 左翼方面 暫時官府的狀態 路易斯迪亞斯 比加普好 加普的第五場 是拿不出 在歐國杯那種表現 右翼肯定是沙納的 他不傷他都堅持要踢 當然賓道克 亦都可以帶來 一些新鮮的血液 新鮮的衝擊力 絕對有力去做輪門 可能杯賽 可以踢一下 正用暫時就是這樣 大家 整體的狀態都是 挺好的 可以準備就緒 去迎接新的球櫃 當然 人員方面 要講到轉會 我們頭轉會 蘇比文迪 拖了很久 拖給Romeno 蘇比文迪 拒絕了利物浦 拒絕了利物浦 即是 不用說了 蘇比文迪 但是 有很多因素 除了球隊之外 可能 有文化 社會 家庭 都要去考慮 所以 都可以理解 他對著皇家蘇斯達的忠心 是有點像謝拉特 謝拉特上多年 在利物浦 受到皇馬 不止一次的刮割 車路士不止一次的刮割 但是 他堅持留在利物浦 甚至以前 斯丹 都說 最想搭檔的隊友 就是謝拉特 但是謝拉特 之後的故事就是歷史 留在利物浦很久 蘇比文迪 似乎也有這種感覺 如果是的話 尊敬 開櫃之前 兩場熱身賽之後 Arnest Lord 雖然我們就說 有很多不錯的 或者給大家預期 又夾得不錯 熱身賽 四勝一無 但是 Arnest Lord 說很多好的部分 但是 很多東西 都要改善 希望貴初 賽程模格頻密的時間 都是繼續調整 最後 少少的 預測 對於今季的成績 亂賽方面 前四應該都很穩 首先 踢法 承接著高普 安排 亦都看見 Arnest Lord 都細緻 看到輪換那種熱身賽的人員的安排 不會說 一來就要強行 把他套進去 或者是 人員方面 剛剛歸隊的 率先換走等等 其餘對手的進步 也未到非常明顯 前四有的 當然 作為利物寶球迷 有些希望 有潛力的 破物寶球配合 有些心得有些想法 其實 若做得到 可以跟萬聖 雅仙龍爭 還有 防線方面 收拾防守的安排 可能比上季更加細緻 防線和中線更加緊密 希望 可以改善到這個地方 做到的話 理想法的話 當然是贊冠軍 當然 也有些事情是未知的 例如 真刀真槍 打大戰 正式比賽的臨場 調動會是如何呢? 或者是賽程頻密 杯賽來到 又要踢勾聯的時間 怎樣去輪換呢? 暫時樂觀日 但是 都要再觀察 甚至是 Touchwood 有些什麼雙兵問題 因為現代的足球 雙兵問題都幾普遍 對對都好像有雙兵潮 這樣 這都是需要面對的東西 對 大概就是這樣 如果是歐聯的話 其實 因為轉了新制 36隊分成四個Tier 每個Tier 就對兩隊 這樣去踢 主場一隊 然後 作客對另外一隊 整個品種 整個安排都要再去觀察 36隊之中 一個大聯賽 這樣 如果得到頭8名 就可以直入16 踢少一輪的附加賽 即是兩場比賽 在密集賽程之中 踢少兩場比賽 差很遠 踢多兩場 休息兩場的時間 差很遠 但是 很好看籤運 所以 初步目標直入16強 在大聯賽的頭8名 先 本土杯賽 就是Bonus 一向都是這樣的 很多時候 都是初步 頭幾輪 都是出輪迴主力 後備 甚至是年輕人 先 有就當Bonus 但你已經有潛力 因為大家都配合 很多人 都準備好 形成了新的球櫃 雖然 你說 不是每個位置都很頂級 但是 配合到球隊的 大有人在 好了 那小弟的預測 先講到這裏 很多謝大家的支持 那小弟呢 今季都會 繼續陪大家支持 利物浦 盡量追蹤每一場比賽 無論直播或賽後 每場比賽 因為 因為 不想內容重複 以及 都想騰出時間 做更多的內容 或者是 甚至不同球隊的 熱話 或者一些 長 長一點的影片 講一下歷史 這樣 留一點空間 所以每場比賽 一是直播 一是賽後 就會有些分析 這些多數前一天 就會說定 所以大家也要 追蹤蕭德的頻道 可以按鈴鈴 可以追蹤兩個Instagram 兩個Instagram 都會隨時說 這個頻道 一些消息 出新片的 一些通知 兩個 個人那個 就講一些 個人的事情 分享 個人的看法 主觀的東西 足球項 會專注注足球 很多 足球的內容 當然 甚至少個人看法 但是 客觀的東西 會多一點 都會有個分別 希望大家追蹤兩個 當然 最重要就是 支持這個頻道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希望大家 新球季 利物浦球迷 過得好 You will never walk along 感謝你們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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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